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現在南非就真的比較陌生了 南非的甜點是什麼 我今天選的甜點蠻特別的 它叫做Milk Gose 如果 我們今天幫他取一個名字叫做 南非牛奶甜湯 如果我翻譯的話 湯聽起來怪怪的 也可以說粥吧 甜粥 南非 這個是誰取的 因為取得很普通 絕對不是我取的 牛奶甜湯會不會像那個 超市賣的那個罐頭那種 花生甜 什麼甜 沒有 花生湯那種 韓國有一種 差滿多的 我直接翻譯的話 Milk就是牛奶 牛奶 然後是荷蘭化的牛奶 Gose就是食物 所以Milk Food 牛奶食物 所以原文更無聊 對啊 所以名字取得不錯 好的 謝謝 那我們就開始 那這個就很簡單這一道料理 而且我今天會選它是因為 它很接近我的新的一道菜 對啊 像這一道菜呢 就是早期荷蘭人想要脫離英國人統治 他們從南非的最南部 跑到南非的中部 對 那因為路上還是需要一種 Soul Food嘛 那種靈魂的食物 所以他們發明了這一道菜 對啊 那這一道菜呢 基本上就是我小時候去外公外婆家呢 因為外公就是有加入那個The Track Great Track 就是他們從南部跑到中部的那個時候 所以他就是我們一家人都會坐在餐桌 然後他會分享他以前的經歷啊 多辛苦啊 對啊 然後整個過程 然後現在這裡就是一公升的牛奶 這麼多啊 對 一公升 然後我會加一個肉桂 然後兩個綠豆蔻 對 然後這個就是要調味 然後還有陳皮 這樣子 那剛剛這些要去哪裡買 對啊 這不好買耶 中藥行都有 中藥行 對啊 任何香料啊 全部中藥行都找得到 然後這裡有60克的砂糖 對 然後進去 然後現在就是在煮牛奶 然後讓它提味 這有點像在煮那個紅酒的東西是 對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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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紅酒 對啊 肉桂加紅酒 熱熱喝也好好喝 對 然後這裡有80克的麵粉 低筋麵粉 低筋的 跟兩個湯匙的奶油 這個奶油來了 奶油 奶油 那這個在加熱的過程呢 跟提味的過程 我就會把這個奶油跟麵粉 搓在一起 把它變成那種麵包屑的質感 就好了 是 哦 它手法真的很俐落 是 所以你不用那個嗎 打的那個機器嗎 不用 這個打的機器 只會用著一團軟 哦 前面三個被打槍了 還好 前面的是需要機器啊 需要嘛 對啊 可能那是廚師嘛 也不能說完全需要啦 廚師是很要求周邊的這個感覺 你是做什麼料理的廚師啊 我其實都做耶 就是 我其實開始煮飯的原因就是 想吃吃不到的 或吃不起的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怎麼煮 好自己來想 對啊 然後 對啊 然後 如果喜歡肉桂味重一點 可以再多加肉桂味 肉桂對不對 也可以 對 但是因為之後呢 這整個粥 牛奶開始滾了之後嘛 是 然後 然後 我會把這個 可以稱 麵團吧 麵團 對 然後會加進去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煮 但是之後呢 其實這個過程 我應該是要做 這個是肉桂砂糖 那比例就是2比1 這是你自己做的 這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兩份肉桂一份砂糖 哦 另外翻過來 兩份砂糖一份肉桂 對 然後 這個差不多變成麵包屑 對 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手就這樣搓一搓 然後就是用麵粉去把 那種黏在手上的搓掉 這是OK的 這是非常 做麵包非常正常的一個 剛剛看他都是忽然保的有沒有 對啊 而且他這很多都是自製的 對 不是說像前面自己 就是買一些做好的糖霜 對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 你在切那個橘子皮 你可以順便切這樣 橘子皮 柳橙柳丁 檸檬也可以 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水果 那我覺得橙皮還滿適合的 然後我這裡就是又把它切成小條狀 然後你放在冷氣方它就會乾 對啊 那乾燥之後可以做裝飾也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酷耶 對 然後還有一個要加差不多2.5克的鹽巴進去 不要放鹽巴 鹽巴就是 我覺得做任何料理都可以加鹽巴 它可以提味 對啊 會讓我味道更豐富 而且甜點加一點鹽巴不會那麼死甜 不會像糖霜一樣 不會像糖霜一樣 會比較平衡 糖霜那個真的好甜 真的 那我可以把它加熱 好 緊我的手 OK 那牛奶 差不多要開始滾的時候 好香喔 是 味道已經出來了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關鍵 你的火千萬不要超過鍋邊 不然你旁邊會燒焦 對耶 牛奶燒焦非常的臭 你看它好多細節 對啊 還好啦 如果牛奶現在噴到這裡 它燒焦了 這裡整個都是會臭的 不相信 對啊 不相信嗎 那我們試一下 下禮拜就知道了 好 那牛奶差不多要滾了嗎 現在差不多90多度 還沒有到100度 就可以把這個很香麵包屑的 就是沒有到它真的有大泡泡滾的這一種 對 小起泡的時候 然後這樣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不能停 要一直攪一直攪 那它會就變成稠稠的嗎 因為有麵粉 差不多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法式白醬 是一樣的 可是白醬是沒有加砂糖 或肉桂這樣子 對啊 酷耶 所以也可以說是甜的法式白醬 酷酷酷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一直煮一直煮 差不多5到8分鐘 它會呈現一個很像粥的質感 對 那因為我也很貼心 我也是事先準備好了 小心 你先放著我幫你拿 小心手 需要幫忙嗎 不用 來了 你怎麼突然有興趣了 然後呢 前面杜立也手忙腳亂 你怎麼沒有來幫忙呢 對啊 沒有 他可以撐倒 差不多5到8分鐘就會變成 這樣子的感覺 對 那這樣子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這樣就可以開始盛盤 那盛盤吧 請盛盤 好 盛盤 那我需要一個湯匙 好 然後熱的之後就可以 所以它可以冷的吃也可以熱的吃 通常我們是熱的吃 那冷的吃當然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可以放在冰箱拿出來那種感覺嗎 也可以 但我覺得熱的比較好 我覺得熱的會比較好 好像優格 這真的很像早餐那種燕麥粥 還是那種炒度 小米燕麥粥 你們的桌上已經好了 可以吃了 試吃 他們平常在吃的時候 會加一些餅乾沾著吃嗎 還是 不會 基本上就是像你現在這樣 就是這樣子 那我在煮的這個過程 然後又來台灣的這個經驗 我發現 如果你加一點點台灣的杏仁茶粉 一定會很好吃 很搭 厲害了 那你現在還要加什麼呢 那現在就是最後的 所以像我說 你剛才有說 喜歡吃肉桂可以多一點 所以 好 吃一口原味 粥的感覺 真的有 因為它裡面有一塊一塊 是你剛剛搓的 就是那個麵粉 對啊 就變這樣 就有西米露的感覺 有喔 又賣掉西米露之類的那種 更稠的西米露 喔 灑上一點點 你看這個手法 你看這就高級了對不對 又貴粉 不是說拿一些糖霜擠在上面 那種感覺 然後一些流程機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看到沒有 南非提拉米蘇 南非 來 你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南非的非常傳統菜 而且這個在餐廳吃不到 只有在家裡才會吃到 酷耶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南非牛奶甜湯 耶 各位行男們吃的覺得如何 都可以吃嗎 那個杜立上面的江勳 你覺得怎麼樣 不是喔 我覺得滿好吃的 沒有 因為是說 因為我第一次吃過這種感覺 然後 好像有吃過 但是又講不出那個名字 那種感覺 好像有很熟悉的味道 所以他就是說韓國也有這種味道 不是 他硬要說就是韓國有 對 我們在法國有一個差不多一樣的點心 可是我們放米蘇在裡面 米蘇 所以就會跟他一樣有這種味道 我覺得這是好像這個法國 可是你們的各位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南非有些家庭會放米飯 或者是玉米粥粉 或者是甚至義大利麵也會放進去 對啊 然後放義大利麵就會吃得比較白 白醬的感覺 會變比較飽 那吃的就比較滿足一點 我們英國也是吃怎樣加米的 也有 如果小時候很想念的那個口味 因為我已經20多年沒有吃過 真的喔 就是小時候吃的同年唯一 對 吃下去滿滿的驚喜耶 就是你會覺得說 沒有辦法想像為什麼裡面明明沒放米 可是我吃到的是粥的口感 而且我好喜歡他做那個肉桂沙糖 對 還是蔡允潔吃到的真的是廣東粥 沒有 你說他那一晚上 沒有 因為他剛剛在按摩的時候 我想說幹嘛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對 為什麼要有這個順序 對 顆粒感嘛 那個顆粒感把它製造出來 是 而且真的好棒 是 我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當你吃熱的時候 它很適合比如說在冬天 那可能在 可能在家裡是下午3點半4點 你沒有要吃晚餐 你也不是剛剛吃完 點心 對 就是剛好中間的 你吃了其實會飽 因為然後它的味道加那個肉桂粉 那個肉桂粉真的 肉桂粉好棒 它非常非常特別 對 超厲害的 杜立 你沒有吃嗎 喂 我們來看一下 喂 我又吃 來 吐槽我吧 我覺得 柯納甯今天做得非常好吃 好 謝謝杜立 真的嗎 我們上這個節目 都是要很老實地講 是 你今天做的這招菜非常好吃 但是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是忘記今天的題目就是甜點 對啊 是甜啊 甜啊 沒有 大家剛剛講的 他就說這個很適合 就是很晚的時候 肚子沒有飽 你就是要吃很多這個 你就會飽 這個不是甜點的意思 甜點就是 飯後你吃完東西 就是要留一點空間 沒有耶 自己吃一些甜甜的東西 蛋糕也是下午吃一顆就飽 對啊 你們親戚就是要看外表 是不是 我上次的節目 我很認真地做我的杯子蛋糕 不是 每一個摔的上台 你們就說好吃 我做了 你為什麼都說不好吃呢 你別人真的講 杯子蛋糕真的下午吃一顆 你叫我吃完飯吃 我真的還吃不下 杯子蛋糕那一顆 而且他的杯子蛋糕那麼乾 他講了 可能放太久 放太久 冷氣房 冷氣房 可娜你趕快下去吧 好 下去了 謝謝 謝謝 湯普士要說是威爾式的 甜點是什麼 威爾式小蛋糕 威爾式小蛋糕 這個講出來我們比較沒有畫面 不是跟杜利的杯子蛋糕 我們就知道很乾 對 然後可麗餅有軟的有硬的 對 那這個是 這個是 其實它是很傳統的 它是比較想像的那個威爾式 連英格蘭的人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以為那個全英國 因為很好吃也很簡單很便宜 我以為全英國都會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遇到大學的英格蘭的同學 他們不知道這個 所以他們就覺得 噢 我今天吃到這個很好的東西 你有吃過嗎 我說 那個是威爾式小蛋糕 有什麼樣 所以那是跟那個什麼 Skan嗎 Skan嗎 對 它長得很像 Skan是用烤的 這個是用剪的 這個是用這種鍋子 它的口感不一樣 吃的樣子都完全不一樣 那要準備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般的麵粉 然後 有什麼中筋 高筋 低筋 低筋 低筋麵粉 對 很好記得 就是一四四四 它的一份的麵粉 你要四分之一糖 四分之一植物奶油 然後植物奶油 然後四分之一葡萄乾 就是一四四四 很簡單 對 所以我先把麵粉這邊 這個一 然後 對 然後就是糖放在它上面 今天的甜點 全部吃完應該肥六公斤 就是甜吧 然後那個肉桂粉 你可以加一點 所以應該是一湯匙就夠 看個人的喜好 對 一湯匙就夠了 然後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 它是用手的 我湯匙 你看 我就是把它丟掉 不用的 它是 給奶油不加喔 等一下 是把那個乾的 手的部分你可以嗎 還是要肯娜來代光 沒有 我可以 你可以 謝謝 這個很適合跟小朋友做 因為他們喜歡這樣這樣的 那你會不會很瞧不起 用機器攪拌機對不對 不行 因為它是跟柯娜說的那個一樣 你是用到 它長得像那個麵包鞋 它也要有麵包蓄蓄 對 所以那個奶油沾進去 所以不適合用機器 對 然後 很冷 很舒服 按摩一下 對 按摩一下 你要奶油的按摩是不是 對 然後就是這樣 一直用 妳在跟它調情嗎 對 妳在跟它調情嗎 什麼叫奶油的按摩 奶油的按摩 妳在聊什麼 妳在聊什麼 油推喔 奶油還有剩下一點 好 這是這樣到麵包鞋的樣子 一定要用機器可以用食物調理機 也可能15秒就完成了 用手比較有感覺啦 對 我不需要用機器 我家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 這個OK的 然後就是 葡萄乾 葡萄乾 這好適合男女朋友一起做 妳要在我的後面做嗎 沒有 沒有 謝謝 好 就這樣 但是一定的沒辦法 妳要去做這個 沒辦法 把它要小心 因為它頭腦 怎麼樣 頭腦怎樣 很正常 很正常 好 就是這樣 那它是很好 但是妳沒辦法用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 很傳統的是用蛋奶 但是我吃全素 我不願意用 那個蛋奶在做料理的時候 所以我用的就是全素 我本來是那個植物奶油 然後我就有一點那個豆奶 它是無糖的豆奶 無糖豆奶 豆漿就對了 豆漿 對 然後就是妳不要 妳用豆漿 這個便利商店都有 對 它不是那個要加一杯 兩杯什麼 就是有手感 就是感覺到對的就OK 所以妳加一點 怎麼樣感覺對 就是妳要用一顆球 但是它不是 比較黏的一顆球 是高爾夫球還是籃球 還是足球 還是橄欖球 中間網球吧 網球 它選擇網球 對 你要黏 但是你不要黏到它會黏住那個碗 所以你要黏一顆球 還要再幫你加嗎 沒有 沒有 還有用 它很黏 其實現在是這樣 但是要繼續黏到一顆球 是 太黏也不一定好 你是說男女關係嗎 麵糰 麵糰 因為還有麵糰在裡面 想說你是不是在 還需要嗎 沒有 那個都這樣OK的 在跟你老婆喊話 沒有 我再跟她挑戰 好大一顆喔 好大一顆 但是我的手很難易 你要什麼 多加一點麵糰 麵糰 一點點 這是什麼麵糰 對 那是我的安全麵糰 那就是要用那個 在這個桌子上的那個 不會黏住 是 不要黏到 對 這都是低筋麵糰 低筋的麵糰 低筋的麵糰 低筋麵糰 然後它 你看 它不會分掉 它會分掉 真的是網球 不會分掉 然後 對 它不會黏住 不會散開來 它不會 它不會 然後我的安全麵糰就放在這邊 是 OK 然後這個東西叫什麼 擀麵棍 擀麵棍 你在幹嘛 這個 也要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就是你說要比較浪漫一點 然後我就做很浪漫 Oh my baby 到底要磨多久 好 用的 就是擀麵棍上面也要磨一點就對了 怕它黏住就對了 就不要黏住 為什麼要把它弄成一顆球 然後就把它擀開呢 擀麵都這樣 都這樣啊 你不會做這樣 你差不多 它的腦筋 就是有一點 你知道 你知道 然後差不多跟手指一樣厚 就是一公分 要有個厚度喔 對 有一些人 那邊的手指可能比較大 對 可是我這邊的差不多一公分 剛剛好 所以是差不多那樣 然後你是要用那個 餅乾的那個 喔 模具 對 我這邊應該可以做兩三個吧 因為要多快 我先準備這個 你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它就少焦 那個小重火就OK了 你不用加油 其實我已經加一點油 真的你要加的話 真的 這邊植物性奶油 這個這麼少而已 因為我們原本傳統的樣子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baked stone 它是一顆炸石頭 就是放在火鋁上面 是不會加什麼油 所以這樣應該OK的 好像一個餅乾喔 長相就是 但是口感不是 所以 它怎麼感覺在丟大蛋 如果說是這種的餅乾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有畫面了 對 對 只是他說這是小蛋糕 沒關係 看它最後要怎麼扯 小蛋糕怎麼會 我不要來這邊給你們看 你知道的英國的東西 不然就是一半的 你可以就開出 就是一樣的 像杯子蛋糕很普通這種東西 對 對 沒錯 你是不是就是要把它逼到邊緣 這個要煎多久 我覺得應該兩分鐘就 兩分鐘 那可以等啊 可以換另外一面 對 但是其他我已經做一些 提早做一些給大家 好 那你們可以先吃啦 就在各位的桌上了 他說是小蛋糕喔 對 這個你吃的時候 如果是有一點乾的 我們通常是會加一點糖粉 還是加一點奶油 然後它是很好下午茶配 不是蛋糕喔 這是餅乾啊 這是它的名字啦 朱莉怎麼了 朱莉 怎麼了 什麼事 很乾 太乾了吧 你是乾 你是吃到你自己的杯子蛋糕是不是 這個是乾的跟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是很乾耶 很乾嗎 很乾 很乾 這是餅乾 它本來就應該是要配茶 對 下午茶 對 沒錯 所以它是餅乾還是蛋糕 它不是餅乾 它是餅乾 因為它沒有烤過的 它就是餅乾 它跟餅乾 它跟餅乾又有點不同 餅乾比較鬆 然後比較膨 那餅乾可以切開來 你可以加果醬或是奶油 對 加果醬還是奶油 這也可以對不對 對 有一個是叫什麼 Bisket 還是什麼叫 Bis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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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覺得很乾是不是 因為我不小心咬得太大口吧 因為 是嗎 吃完我就是 我的水已經沒了 我就是一定要倒一點東西喝 如何 它咬下去的時候 口感是乾的 但是吃完大概吃了兩三秒之後 它的口水會分泌出來 其實它不到 因為太乾 不是 它不到很乾 它吃下去我是覺得是有回味的 是會越咬越香的 你在咬檳榔是不是 是 真的真的 我覺得它是會越咬越香的 然後口水會一直分泌出來 我覺得它滿好吃的 有吃喜餅的感覺 喜餅 就是那種大的圓的喜餅甜 比較可以 我會把它分類在餅乾 餅乾 台灣式的那種 中式的 也是可以磨點果醬 應該也滿好吃的 磨果醬會比較 你們的意思是說它太單調 也不會單調 不會乾燥 因為對台灣人 我們沒有配茶 所以可能真的會比較乾一點 跟牛奶不吃 我覺得就是滿好吃的 可是就有一點硬 我覺得有一點點太硬了 但是整個過程 我看它這樣製作 就是直接用煎得很方便 對 如果我旁邊有一杯咖啡 那應該 我不會這樣抱怨 對 所以還是要配水 是 配茶 你 我覺得差不多一樣 因為大部分的英國人 很喜歡喝茶 所以 茶跟這個Biscuit不做 這個不是Biscuit 可是之間單吃有一點 太乾太硬了 可以加奶 就其他的佐料 其實它滿厲害的 它用的東西 是全部都全素的 對啊 去做 這個不容易 如果用一般的 我們用的奶油 通常會可能比較 它的味道會 更香一點 更香啊 可是它都用比較冒險 比較不容易的材料去做 可是煎的部分 我覺得比放烤箱更好 而且覺得 因為那個味道 出來得更漂亮 更香 而且我也覺得 很多台灣的家 沒有那個對的烤箱 所以他們都可以用這種的 但是他們不能用那個 西方我們都用那個很大的烤箱 但是這邊沒有那麼多 而且我覺得它比較乾的原因 應該是它奶油沒有放很多 對 所以會感覺比較沒有那麼 加一點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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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點是漂亮的 好酷耶 很漂亮 好的 這就是你帶來的 威爾士小蛋糕 好 FMZ牆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